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囚禁 舍利弗 因为这个背心是承办大乘的前导 就像呼吸是人类的命跟一样 只要是人还活着就会有呼吸 而菩萨若还活着就会有飞心 一切修行的重点 一 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时种种时机 无不是出于悲心 例如 碗眼食人 割肉为阴 舍身为虎 救人凿饿 二 世尊过去生 这么多救度众生的时机 无非是要告诉佛教徒 一切修行的重点 一定要培养 培养培心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做菩萨唯有义法 一 震慑法经说 菩萨不需要学习很多法门 菩萨只要擅持一法 一切佛法就尽在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什么是义法 大悲心 由于大悲心 菩萨手中自然流出所有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悲心 大悲心 就像转轮王的 伦堡 伦堡走到哪里 军队就护之哪里 大悲心 所到之处 一切佛法随之前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大悲心右向明根 命根存在 诸根才能继续存在 明根不存在 诸根通通失去依靠 失去作用 具备这个大悲心 才有菩萨各种学处 主机 一心二念 一 观察到自己的痛苦 而生起断除自身痛苦的意愿时 这是处理心 观察到众生的痛苦 而生起解除他人痛苦的意愿时 这便是悲心 感谢观看 二 有了处理心就可能生起悲心 有了悲心则一定有处理心 悲心的功课 一 若不遏止烦恼 情绪会导致我们受苦 如果看到他人因陷入烦恼的控制 而行为鲁莽时 我们要以悲心 与宽恼 来包容对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二 如果以称恨 来回报他们 来回报他们对我们的伤害 这完全不应该 也不是修辩 也不是修辞心者所定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真正的菩萨 誓愿只惜一切众神烦恼 完全放下自我 而从不担心自己的遭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游种子长如水 常识受用若成熟 故我先赞大悲心 二 这是月臣菩萨入中论的灰尽诵 其他顿师造论 都是先空进赞叹诸佛 菩萨 但是月臣 却先赞美圣者的第一音 大悲心 大悲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悲心是广大佛果之音 是初期的种子 中期的雨水 也是后期的果实 等到果实成熟 又能利益无量众生 所以我先赞美大悲心 悲心的底线 一 定义无条件地 消除一切众生痛苦 这叫做悲 勇于承担责任 事实见悲的第一步 因此 有悲心的人 不会口出公言 慰藉的关怀 它会给人家一块面包 二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别人 但至少要做到别人的痛苦 不是我们所造成 嗯 将友情放在心上 一 无论我们处在何种心境 平静 喜悦 悲伤 苦痛 都要将一切友情 放在心上 就将会让人家一块面包 不再有 多不 就会让人家一块面包 如此 我们就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步入佛道 然后一步一步地朝着正物的目标前进 直至达成佛果 二 达到这个目标后 工作并不是就此结束 而是真正的立重事业 才正要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养孩子本身就是一项修行 因为真心付出会有功德 有伴侣的人不仅要善尽服务对方的义务 还要将对伴侣的感情 扩大为对众生的爱 三 有工作的人 要在职场帮助别人 带给大家快乐 没有自私烦恼 这就是工作里的修行和不适 真正的慈悲是有感染力的 对方的一项修行和不适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 初二十六 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 点在上面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 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 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 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下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严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观音的慈悲 慈悲即是观音 即舍名为世智 观世音菩萨与大世智菩萨 以大悲应声 为一切众生广说诸法实相 并欲除灭罪法 令一切众生皆惜安乐 各位听到最大声的是鼓的声音 大鼓小鼓 这个鼓是牛皮做的 那为什么要敲牛皮 让所有的牛啊 四肢脚的羊啊 狗啊 猫啊 长颈鹿啊 通通超度 你还了解吗 鼓的意思 这个鼓就是消除贪心 变成菩提心 贪心是最强的 但是把最强的贪心 可以变成一种 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就是转的意思 所以用这个菩提心来供养诸佛 然后也让所有的动物超度啊 离苦啊 所以每一个法器 每一个法器 来 牧鱼翘一下 这个牧鱼代表什么 所有的鱼 海鲜 龙虾 螃蟹 超度 而且牧鱼 各位到每个寺庙 特别大陆的寺庙 都有一只大龙鱼 肚子趴开 剖开的 我们把它做成牧鱼 敲出来是它肚子的声音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伤害 称恨心 不要生气 并且还要有无尘无生气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 扣扣扣扣扣扣 你不管你再会念经 你没有慈悲心念经没有用 要跟着慈悲心念经 念经要给众生 所以我们在敲法器 一定要记着这个 这个叫修行 这个就是佛教的悲心的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 seeing dropped 我说的 我们在来说 我为什么要做到 我们来说 有什么啊 我来说 那么是 我来说 哇 我去奏 老猪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能生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